今天分享韭菜的这个最新吃法是我今天刚想出来的,下面看看你有没有吃过 盆中放300克的面粉,加一勺盐,再加一勺碱面 韭菜洗干净之后去掉根部,把韭菜叶切成韭菜碎 这里用到的大概是200克韭菜,把它放在盆中 先把面粉和韭菜混合在一起 然后加入80毫升的水,边倒边搅拌 在揉面的过程中韭菜会出水,所以加80毫升的水,揉出了蛋面团,软硬适中刚刚好 用韭菜混出来的面团会有点粘手,把它放在案板上,撒上一些淀粉,再揉一下,就会很光滑很细腻 把揉好的面团分成两份,案板上再撒一些淀粉防粘,把它搓成长条 接着再下均匀的剂子 把剂子放在掌心先按扁,再一边转圈一边用手指碾压,就会碾压成一个薄片 薄片的厚度像这样就可以,把它放在案板上备用 锅中放油,用筷子试一下油温,筷子的周围有小气泡密集的时候把这些薄片放入锅中,开小火慢慢炸 因为这个韭菜片很薄,30秒就要给它翻一个面,避免一面炸的颜色太深,影响口感 这样三四秒翻一次,直到把两面都炸至金黄酥脆,就可以捞出控油出锅了 因为和面的时候加了碱面,所以韭菜在下锅之后颜色还是很翠绿,看着就很有食欲 韭菜和面粉的这个新吃法真的每一口都非常非常的香,好吃的不得了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